很多時候自不自私 是不是自私鬼是看個人感受 個人感受都是以我 就是自己心中的感受為主 對不對 可是今天我們真的 我們不能只靠個人感受 我們要靠真正的數據 我們要測驗我們到底 我們的自私的指數有多高 自私指數大測試 不只我們測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正好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來測一下 好 剛剛大家指控別人 滿口的口墨橫飛 對 但是會不會是 你一隻手指別人自私的時候 四隻手赫然是指自己 OMG 你是不是自私鬼 你最喜歡自己身上的哪一個部位 我們請來賓們 我們現在要選 可以測試出你的自私指數 選好了嗎 來 請亮牌 這個自私跟宇潔兩個人都是選B 果然就是雙方 真的 真的 我覺得很有機會 Albi是選D 就是身材跟皮膚 然後那個森達是選嘴唇 然後餅乾也是D 身材或皮膚 然後那個詹老師是鼻子C 你應該選身高才對啊 我選C 你選什麼 嘴唇啊 你選什麼嘴唇啊 他自己講的也不好意思 好 OK 來揭曉一下 好 我們揭曉 我們從D開始 D又是誰啊 如果你選擇身材或皮膚 那就是Albi 然後餅乾 他們兩個一定會選身材的 選D的人 答案揭曉是什麼呢 自私的指數是30分 會怎樣他人互相幫忙 你是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代表 很準耶 好準喔 所以你們兩個沒有很自私 對啊 真的 對 他們指數算D的人 所以詹老師你還怪餅乾 對不對 對啊 老師都把樂器丟到我桌上 照這個測驗下來 我倒覺得可能是妳有幻覺 她說她老了嗎 我們下一個我們來看C C有誰選是詹老師 還有我 是嗎 是 我剛剛也學第一次嘛 是啊 是啊 Oh my God 陳老師跟Melody指數80分 你很自私 只在意自己感受 不管他人 突然講得非常大 不要講 等一下還有更厲害的 還我清白 OK 80分 不是這種人 你跟Melody在一起看 你們兩個像不像 我不是這種人 我真的不是這種人 我不跟你像 你們兩個互相就是鏡子 我不要 我跟你一點都不像 身高也一樣 我不是這個自私人 詹老師 你怎麼這麼自私 你怎麼這麼高 你們好聚 是真的耶 你覺得講得 講你講得正確嗎 我當然不自私 我為大家貢獻 我是媽媽耶 OK 然後我也對你很好 對 我們來看 沒有啦 我猜她是亂選的 因為她應該也是想選身材或皮膚 但是她想說講那個好像太自戀了 對 沒關係 我們來看B 眼睛 來 誰選 好 宇潔 Chris 都選B 指數60分 在感情上特別自私 認為自己才是最好 如果分開是她沒福氣 這樣算滿有自信的 所以你們兩個很適合在一起 沒有 我們兩個都這個 在一起 都是犧牲自己 好啦 我們來看 A 嘴唇 如果你選的是嘴唇 就是森達還有那個 森達跟誰 準 玉琳哥 這是我嗎 你 你看清楚 自私 指數200分 你就是自私會 真準 有錯都是別人的錯 愛講到底 好準 大到歪了 怎麼那麼準 不是你 太準了 超準 太準了 剩哪 森達 你有什麼話要說 你好好反省 人不畏己 天誅地滅 傻瓜才不自私 我跟你講 我強烈的抗議 我認為這個是小孩子的遊戲 這個不準 我這一生最推崇 最幸福的 是詹老師 來囉 詹老師 這個才是代表專業 他也有一個測試要帶給我們 他這個方法非常的神奇 真的是太OMG了 OK 現在馬路上十個人有十二個人 都戴口罩 所以 迷你老師想說 他這樣子怎麼看 詹老師他就是有辦法 竟然在大家戴著口罩的情況之下 是 緊憑眼睛 他就可以斷定這個人是否自私 詹老師 只有你可以還我請白了 當然 所以大家把口罩戴上 用你的眼神跟閃爍跟眼型 完全破解 你是不是自私可怕的人 只有你可以還我請白了 當然 所以大家把口罩戴上 用你的眼神跟閃爍跟眼型 完全破解 你是不是自私可怕的人 戴上口罩 還我請白 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有點細如線 有沒有 你看看聲達跟玉琳哥的眼睛 細到一個極致有沒有 對 玉琳哥有的時候我都懷疑他在看哪裡 對啊 這種人比較不能得罪 對 不能講他壞話或講錯話 完蛋了 那是帶人 那是個那個是犯大忌的 原來惡魔就每天在我身邊 這個第二個就是 如果更加上 眼睛瞳孔朝上下三白 那個就更自私了 誰瞳孔 誰下三白 我不至於下三白 目中無人自以為是 聲達你有下三白嗎 沒有 沒有人下三白 沒有 聲達你演一下 就是你 我平常是比較下三爛一點 真的 你眼睛真大一點 我看有沒有下三白 好像有 有 看高不看低 而且自以為是非常地自我 除此之外 還不夠周全 好不好 因為面相是看全體的 麻煩你把口罩拿下來一下 我要問老師是 如果只要有一項就是自私 要小心還是要全部 如果全部全中 一項一樣累積 那是自私王 自私的事情不一樣 OK 眼睛代表很多的價值觀 對於很多的判斷 自己的喜好 愛情方面的 其實就看這個 我們說的嘴唇 唇薄如紙 玉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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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現場我就直話直走 玉琳哥跟聲達都唇薄如紙 我是後唇 他上後唇 你那個 你那個是 刻意的 OK 最好吃 玉琳哥也中了 玉琳哥 真的嗎 我有很薄嗎 超薄的 玉琳哥 超薄 薄到很親自 不是說 不是說嘴巴薄比較會講話 也是 但是他代表 往正面思考是冷靜理智 往另外角度來看的話 他就非常的 比較能夠只顧自己的感受 柏情是不是 柏情寡義 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子 玉琳哥 都被你講中了 都被你講中了 其次再看一下 鼻頭有肉 鼻翼厚 鼻孔小的人 比較寬厚 像玉琳的鼻子就 跟那個自鎮的鼻子 就屬於寬厚型 對 戴人很謙和 非常的好 很準 目前只要 目前這裡頭有沒有 鼻尖有沒有 鼻子尖有沒有 聲打 真的耶 這種人 你看一下 殺人魔跟殺人犯有沒有 這種的鼻子 我跟你講一下吧 出醬物像 如果當兵的話 當軍人 當警察的話 那個工業標柄 那個戰機輝煌 如果是 走偏的話 就殺人魔 或是比較冷靜 無情 翻臉不認人 這個是可以改變的 這怎麼調 面相從小到大都會改變 隨著個性環境 相由心生 相由心生 你的心如果正的話 你的那個面相也會改得比較正 對 所以這個是要從你的心理開始 對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講的事情 不是給你們僅供參考 是紮紮實質 是真實的 對 所以大家可以去反省 對 然後透過我們來電 的故事分享 知道說自私的感受 有的時候如果我們太自我 就讓對方或是朋友 或是關係受傷 對 因為人家就會感受很受人 對 最後當然也是要 祝福羽杰跟Chris 有情人 好確實 對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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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離自私的人 再見 遠離自私 那你那麼自私 你要怎麼遠